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四大究極異獸登場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今年的GOFACE活動準備要畫下尾聲了 那之前我們有抓到究極異獸虛武伊德之後 另外三隻究極異獸分別在其他國家登場之後 竟然在我們八月底的時候 台灣也能夠捕捉到這三隻究極異獸 所以今天我們將帶大家來討論一下 這三隻究極異獸目前的實力 然後我們同樣的先從活動開始講解 活動內容的話我們參考江大的懶人包圖片 讓大家快速的了解到活動的過程 而這次活動的票券不用重新購買了 如果你上一次GOFACE活動有參加剛好有買票 這一次就可以省下來 那如果你還沒有參加買票的話 可以請有買票的玩家當作禮物送給你 因為價錢直接打對折啦 可以說是非常的划算的 那如果你自己買票的話 蘋果跟安卓手機它的價錢是不一樣的 不過送禮都是維持台幣170塊 那在你拿到入場券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一個活動相關的獎牌 除此之外如果玩家要送禮的話 一個玩家頂多只能送三張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活動的內容不是說你買票才能夠參加 不過買票的玩家也是能夠有活動相關的獎勵 或者是相關的寶可夢可以進行捕捉的 在活動內容裡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登場的四隻救急儀獸 將會在當天的團體戰固定時間內出沒 除此之外裡面每兩個小時就會有棲息地的變換 拍照的話能夠遇到綁著領帶的皮卡丘 然後這一次開放新的異色的話是史夢夢 史夢夢異色是金色的 可以說是非常好看啦 所以玩家可以把握時間把它抓起來 那活動的限時調查的話 可能當天才有辦法知道內容 上面的話是有沒有持票都差不多的一個活動內容 但是如果你有買票的話 這邊你有獲得加碼獎勵 算是蠻豐富的啦 有孵蛋減半然後進行協購5次 巡相兩小時獲得的橘券有9張 那當然的是要一張一張打的 然後如果缺今天的玩家這一次打團體戰 或者是拜訪補給戰的時候 將會獲得額外的經驗值 而買票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能夠獲得幻之寶可夢 泄密的天空形態 雖然它目前的使用性還好 不過到時候如果有改招的話 我們應該會來介紹一下 那還有一些服裝道具 最後活動期間薰香 則是能夠遇到更多寶可夢 有機會的話你還可以遇到異色的未知圖騰 這次當天的活動 從早上10點到6點期間 每兩個小時都有不同的限時棲息地 那這邊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4個棲息地到底有哪些寶可夢是值得抓的 那麼從早上10點到中午12點期間 將會以廢洛美朗為主軸的一個時間 那玩家在野外的部分的話 丹尼這邊有幫大家列出來 那麼如果你上禮拜有追世界賽的玩家 一定都知道 恰蕾姆真的是非常強力啦 所以你可以在活動期間去捕捉 超結盟第一名的瑪莎娜 到時候進化就可以在超結盟使用了 而剛剛從進化後的騎士蝸牛也不能錯過 畢竟上次GOFACE的色尾才剛出來 所以玩家如果上次沒有捕捉到好的 可以趁這時候把握住 可以抓一隻高結盟第一名的使用看看 薰香部分的話 當然認為魔強人偶是值得捕捉的 其餘的一位之圖騰的話 就看運氣能不能點到色尾了 而裡面的團體戰 費若美朗的部分的話 等一下我們會講解到他的實力啦 不過簡單來說 他是PVE的角色 那玩家如果PVE缺 蟲系跟格鬥系強力的打手的話 他是蠻值得考慮的 再來我們來到爆擊紋的時段是 從中午12點到下午2點期間 然後這一個時段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在野外遇到芽芽異色版本的 那上次GOFACE活動 如果你沒抓到色尾芽芽 這邊可以把握起來 除此之外 裡面野怪的部分 當然認為你可以抓一隻100%的 羅丁地鼠 進化後的龍頭地鼠 可以說是有撼動大時間盟 許多神獸的一個 非常恐怖的角色啦 至於薰香的部分的話 煤炭龜是能夠抓幾隻收藏起來 至於爆擊紋的話 當然認為是這四隻救急技術裡面 最值得捕捉的 等一下我們講解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喜愛打PVP的玩家一定要在活動期間 多抓幾隻才行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一個 比較可以休息的時段了 電數目的2點到下午4點期間 可以發現到丹尼這邊 並沒有圈出任何的角色 因為這些角色像是電蜘蛛丹尼 本來認為很好用的 但是因為前陣子的聚焦時刻已經有出現了 所以整體上來說 上面的角色並沒有辦法在PVP或者PVE使用 我們就不用那麼努力的去捕捉 然而薰香的部分的話 這邊冷水猴之前在活動中有出現過了 所以其實捕捉的興趣算是普普啦 但如果玩家不想要休息 想要繼續努力捕捉的話 當然也可以去打團體戰 因為團體戰的電數目 其實算是電器裡面 非常強大的PVP角色 他在威力上來說是目前電器第一名的 等一下我們會來清楚看一下 至於在右手邊最後的部分的話 是徐伊德 徐伊德在下午4點到6點期間會出現 然而在野外的話 有這次GOFACE活動新登場的石夢夢 玩家如果運氣好的話 可以轉到色違的 而在他右手邊的棉圈泡芙 是最近也才剛推出不久色違版本的 雖然整體的使用性並沒有那麼好 不過色違的還是好看啦 所以這兩隻的話 是在徐伊德時間野怪要重點捕捉的角色 而徐伊德是著重在地區限定的熱帶龍 那團體戰的話會是徐伊德的情況下 他其實算是一隻毒系非常強力的打手 然後我們等一下後面也會來看一下 那這也就是活動當天4個時段重點的內容 怎麼感覺這次徐伊德活動著重在未知塗層色違的部分 像丹尼就沒有在收集未知塗層色違的情況下 興趣整體上來說就算是普普啦 再來的話是活動的最後一張圖 從右手邊來看的話 會有4個時段的不一樣的任務可以解 那當然的 你要把這些任務解完之後才有辦法獲得 蟹米的T恤 究極調查偷盔 以及蟹米天空形態 這樣的話我們陸地形態跟天空形態的蟹米都捕捉到了 不過他目前的技能組還是比較弱啦 所以相對的他可能出場機率也並不是那麼高 那麼首強加挑戰的話 完成任務可以獲得一些獎牌 那商店也有賣一些道具 像是救急異獸修魯伊德 爆肌紋 或是他的調查套裝 玩家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花皮屁購買 再來到右手邊的部分 團體戰的話 不論是未持有券或持有券的玩家 都可以在時間內進行捕捉到這些救急異獸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雖然有講 最後一個時段是修魯伊德 不過官方是有把其他3隻的救急異獸 同步開放在修魯伊德的時段 所以那一個時段將會有4隻救急異獸同時出來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抓救急異獸的話 也能夠抓色尾啞啞 一個人打起來也是蠻輕鬆的 最後在右下方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些新的伊蛇寶可夢登場 以及這次GOFACE活動中的貼圖 以上這也就是這次GOFACE活動最終的內容 那麼在講完活動內容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帶大家討論 這4隻救急異獸的實力了 那在虛魯伊德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前面是有稍微講過 不過今天也順便幫大家複習一下 到底台灣目前登場的這4隻救急異獸 在對戰裡或者是PVE的實用性 那麼其實救急異獸的實力 在他們屬性裡面都算是蠻頂尖的存在 不過如果你要跟他說攻擊很高 或者是坦度很高 你可能很難了解到他到底有多強 所以我們今天有幫大家列出 到底多少攻擊力算是頂尖 多少的坦度算是比較坦的一隻角色 那麼這張圖的話 是從網路上的資訊 以及藍尼製成的今天列出來的 那這邊我們是照基礎的數據來顯示啦 畢竟在大世界盟的話是以最頂尖的數據 並不會降等打怪的情況下 真實的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看基礎數據就好了 那攻擊的代表的話 我們列出攻擊300的超夢 坦度代表的話則是洛奇亞 洛奇亞的防禦力乘以耐力除1000的話 坦度有72.9的一個數據 區間的話我們分成SABCD 五個區間來分別 那首先我們看到攻擊力的話 有300其實就算是非常強的 所以超夢的話是我們這邊有列出S的 但是超夢的坦度來說算是普普 他的坦度就有B的等級 那洛奇亞的話雖然坦度很好 攻擊力的話則是B 所以整體上來說 如果你的角色 攻擊力跟防禦都有A 或者是一個有S一個有B 基本上在大世界盟都算是一隻不錯的角色 那麼在列出體質標準之後 接下來我們看救急一手 就比較有區分他的實力了 首先的話是虛無依德 虛無依德武士等CP是4465 非常高的一個數據 那他攻擊力跟坦度的部分 都算是有一個不錯的水準 至少都有A的程度 可以說是掛以救急一手 體質絕對是有保證的 那他的缺陷的話就在於小招 因為小招拍擊或龍解翼 他的數據在目前對戰的實力上來說 都是偏弱的 但是網路上有謠傳 聽說龍解翼這一招即將要改動 那到時候如果真的有改動的話 我們再來詳細分析給大家看 大招的話其實還OK 只是因為他小招並沒有高性能 導致他的大招出招速度也比較偏弱 那當你之前有做過對戰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能夠回查 那他目前用途的話 我們從右手邊其實可以看到他的排名都很差 PVP是不實用的 PVE的話他在傷害面上來說還OK 那我們從PVE的傷害面來看 玩家可以注意到 虛無伊德竟然是目前毒系的第二高傷害的角色 那第一名的話是Mega的大陣風 第三名是還沒有登場的無極泰娜 第四名是羅斯耶朵 第五名則是萬真羽 所以其實救急一獸的虛無伊德 在傷害面上來說還不錯 如果你PVP目前還沒有辦法使用的話 PVE練起來他也是傷害量蠻高的角色 那麼再來的話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救急一獸 費諾美狼 費諾美狼算是蠻極端的一隻角色 因為他的50勝CP不算太高 但是攻擊力卻有比超夢還要來的高的 316數據非常的棒 但是其實他的持久力非常的低落 是14.8就低價的一個水平 可以說是一隻極度玻璃砲角色 然而在小招部分算是PVP很難使用的招式 所以他在右手邊的國外排行榜 就大師聯盟有名次 雖然是有點浪費到他的一個大招裡面 竟然有近身戰跟猛撲的一個優勢 那他整體的用途當然的 坦度並不是那麼好 實用性很差 所以在PVE的話 當重系跟格鬥系打手應該還算不錯 那我們從國外排行榜網站上也能夠看到 菲諾梅狼他在重系的傷害面上是表現在第一名的 而格鬥系有第五名的水準 所以玩家如果缺這兩個屬性的話 菲諾梅狼是你的一個好選擇 再來的話我們來討論這隻電竖木 他是僅次於暴擊紋討論度第二高的角色 首先的話他是這四隻救濟一獸裡面 CP最高的達到4451 攻擊的話也比超夢來的高 達到了330的數據 但是很可惜他是一隻玻璃砲角色 坦度928.1比超夢還要脆一點 所以是一隻標準的玻璃砲 但是他的招式主要還算不錯 他本身有高序能的電擊 配合著大招 放電能夠5下的處理級 算是能夠媲美超夢的出招速度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超夢本身帶著精神急迫 他的DPE表現實在太好了 放電是完全比不上 所以超夢還是佔有一些優勢 那他整體的用途的話 不論是PVP或者是PVE都不錯 不過像這種比超夢還要脆的角色的話 在操作的難度上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建議電竖木還是往PVE前進 畢竟你可以看到這數據 目前的電系寶可夢裡面 電數據他本身的DPS達到21.04 是電系裡面最強的 連目前的MEGA進化電系寶可夢 都難以跟他批底 這也就是為何電數木在近期 國外討論度很高的原因也是在這裡 畢竟PVE他真的是非常的強 PVP的話說不定如果你真的技術不錯 還是有辦法把他發揮得很強 也說不定啦 好那麼最後我們要來討論 舊機獸裡面最值得捕捉的 暴基紋 暴基紋的話 他算是目前蟲系跟格鬥系裡面的佼佼者 畢竟他的CP取近於4000算是還蠻強的 雖然攻擊力跟坦度 你這邊可以看到就A-跟B加 雖然是沒有那麼的強 但是他的小招跟大招非常的好用 小招裡面有這個雙倍奉還 有攻擊力有序能 或是你想要打妖精也能夠配獨己 可以說是萬用性質的小招搭配 至於大招部分的話 有非常強力的猛撲加上蠻力的組合 猛撲是目前的重系裡面最強的招式 蠻力又有一個高傷害的打帶跑 算是他在超捷盟 高捷盟 以及大撕盟 三大聯盟 都能擁有不錯排名的主要原因 不過他算是一隻比較雙刃劍的角色 當他遇到飛行跟妖精的時候 近乎是沒有辦法反 不過是超人力系的話 能夠用這個猛撲去反打 火系的話就要看隊友的組合搭配了 所以整體他算是一面雙刃劍的存在 玩家如果要使用暴基紋的話 建議是可以配置像是龍頭地鼠 或者是梅梅塔跟他一起搭配 然後因為暴基紋本身的招式組合 以及他的攻擊並不算太高 所以我們這邊只列出PVE格鬥系傷害的排名 他是排名在第14名 DPS來到15.8 並不算太好 他主要還是在PVE的表現會比較強一點 以上這也就是這次四隻救急一獸的一個狀況 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這次GOFACE活動終於要劃下尾聲了 四大的救急一獸的登場 想必會讓大家努力的去打團體戰吧 畢竟他們這次登場之後 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才會出場了 那但你認為這四隻其實都有他捕捉的一個價值在 在PVE的部分的話 除了暴基紋 其他三隻都算是屬性裡面頂階的強者 那如果你要打PVP的話 像是暴基紋跟墊樹木都能夠考慮 不過聽說到時候 虛無伊德應該會加強 所以當天活動的話 可能會有大多數的時間 玩家都在打團體戰居多 除了暴基紋時段的芽芽要特別去追 看能不能夠拼到色違之外 再來就是看能夠農到多少XL糖了 如果不夠的話也能夠開啟爆寶貝 去追國外的也算是不錯 然而救急異獸篇章並沒有完全結束 我們從上圖可以看到 只出現了四隻角色而已 所以我們也可以再期待更多救急異獸的到來 所以希望這次GOFACE活動 玩家都可以捕捉到自己滿意的成果 然而現在目前的天氣還算是滿熱的 玩家還是要注意防曬 並且多補充水分 如果玩家有興趣農到XL版本的救急異獸 在大四極方使用的話 也能夠踴躍投稿 到時候我們再分享給觀眾們 讓大家了解到他們之間的實力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